而這兩天引發眾怒的就是臉書上有一段影片 拍攝男子他是以正義達人自居 針對一位原住民長者沒有戴好口罩 不會寫實連制而狂飆怒罵 甚至於還涉及到種族歧視的言語 這名男子的行為反而引起網友打罰 多位的原住民局的民意代表 都力挺被罵的原住民老人 並且陪這個老人家到派出所報案 影片中可以看到 老拍攝者對老先生咆哮口出惡言 大罵布局公90度9報警 原住民最大 原住民都被醜壞了 不但是口氣粗暴 言語並涉及了種族歧視 影片迫在社群網站上 不僅遭到花蓮網友踏罰 原住民族學童民眾更是氣急敗壞 引起了軒然大波 29號中午 老先生在兒子的陪同下 來到派出所報案提告 多位民意代表也前來聲援 立委政天才也表示 原住民地區有許多年長者不失字 以及不了解如何使用失明制 才會造成老人家無法填寫失明制名單 這也是在政策上需要檢討修正 年長的老人他沒有這個手機 也沒有這方面可以掃描的 然後他也說這個電話碼 甚至也會忘記的都有 所以有的不識字的 更老的老人家不識字的也有 所以才會有相信跟我建議 是不是地方政府相攻守 實現政府能夠幫這些不識字的老人 能夠用印章的方式 能夠蓋印 這個印章要特別另外蓋 就是有名字有電話 這樣的印章 一方面這樣比較快 而且就對老人家比較方便 華聯分局長豪新成表示 目前已經受理民眾的報案 並且會以強制罪 公然侮辱罪來含送花蓮地檢署 有關5月20號發生在超商裡面 可能有涉及到一些 言語歧視跟霸人的部分 那警方這邊呢 會就現場既有的一個事實證據 將涉嫌人呢 依刑法公然侮辱 還有強制罪等罪嫌來依法延辦 那我們警察機關也要特別呼籲 在防疫期間 除了大家都要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如果有遇到防疫行為認知上的落差 務必打電話通知主管機關 或者是警察機關來做一個認定 私刑正義跟言語暴力 這個是涉及到違反刑法相關罪責 當事人都必須為他的行為付出一個代價 所以特別呼籲不得有透過私刑正義的方式 來表達自己的一個行為 根據了解老先生不太董事煉制簽名及戴口罩相關規定 但多位的民意代表立委 鄭天才 陳寅助理 建議員李正文 周俊佑 市民代表平島布定 蕭明龍及安鄉代表于政華 陳靖德 也都到場申援 並呼籲相親 在防疫期間能夠協助老人家完成防疫的要求 若涉及種族的辱罵是非常不妥的行為 亂七八糟的 原住民最大 無法胡天 記者林杰 花蓮市採訪報導